- 欢迎收看NC Channel Hello, Listen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NC Channel 我是NC小夜 今天这部影片又要再来跟大家谈谈更多有关NW3相关流出的信息 或是可以说是已经半确认的游戏机制 当然有一些我认为比较没有那么的重要 或是对于现在台湾社群来说没有影响那么重要的东西 我就会先比较简短的带过 大家就知道一下有这件事情就可以 首先是几个老旧 也不说老旧就是经典的一些机制回归 就是像之前有提到的经典小地图的开枪红点 以及地图投票 就是你可以决定下一张你要玩的地图 或是你想要跳过哪张地图 这些东西都已经算是有半确认会出现在我们的NW3里面 其他还有像是一些比较细微的东西 像是战术冲刺 就是我们现在游戏里面有的Tactical Sprint 这个战术冲刺会在普通冲刺的时候 这个充能 就是体力条会回的那种感觉 目前我们在NW2里面是你必须要停下来 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特殊的动作 好比说近战啊肥仆啊之类的 我们的战术冲刺才可以重新启用才可以重新充能 那目前传出的一些流出情报是说 下一代NW3战术冲刺 只要一停下来就是换成普通冲刺的情况下 战术冲刺就会直接开始充能 不过这些算是比较自为莫洁的东西 所以我这边很快速带过 今天这部影片比较想要跟大家细谈的 还是两件最重大的事情 一件事情是NW22009 就是最一开始的现在战争2的地图 对没错 以及我们的游戏的血量 也没错 玩家的血量 那首先我想先从地图方面来讲起 虽然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比较偏向老玩家面向一点 对于新玩家或是现在的主流玩家来说 应该影响不会到那么大 但是我还想提一下 因为这毕竟还算是NW3多人游戏里面的一件大事 就是目前传出的情报是说 在NW3多人游戏上市的第一天 就会有完整的NW22009的地图重置 就是最原始的NW2的所有地图重置 那这些地图包括像Charlene Intel里面有列出来的 那这些全部都会是当天会出现的地图 那这一件事情我不太确定对于NW3来说是好还是不好 因为有几个不同的面向来看这件事情 首先第一个面向是比较正向一点 就是说他已经把差不多可以重置的地图都重置过一遍了 那接下来在他的更新的生命中情里面 就是会不断推出我们所谓的真正的全新的地图 而不是像NW2一样就是可能塞几张旧地图重置 就跟你讲说这是新赛季内容 那这是第一个面向 第二个面向就是说 会不会因为他现在就是已经有不少的重置地图 发售的时候已经有不少的重置地图登场 那会不会就造成说可能NW3多人刚登场的时候 完全是没有新地图的情况 又或者是之后他又搬其他几代的重置地图进来 这方面我们就不得而知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还是算一则一席一则一 毕竟这些地图真的是 对老玩家来说真的是很经典的一些回忆 那可以看到他们以高画质 或是以现在全新引擎的方式重置 再进到游戏里面来说的话 当然是比较好的一件事情 但是就是担忧的部分刚刚也有讲 那这件事情大家知道一下 算是多人游戏里面比较大的一件事情 那接下来呢 另外一件更大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玩家血量 那目前传出的情报是有说 这个在NW3里面玩家的血量会变成150滴血 现在我们NW2里面玩家的血量是100滴 那之后呢会变成150滴 就是像BO4、BOCW那样 那两代这样子 就是我们的血量会变成150滴 那基本上呢这个算是增加TTK吗 对其实很不一定 因为一般人听到这件事情 就会想说我们的TTK会变长 所以对枪时间会变多 skill gap会提升 但是其实这件事情还蛮需要再考虑一下 对因为其实根据枪的性质还有伤害不同 其实不一定TTK会变长 就是反之还有可能会变短 像黑色行动4那一代就有出现一些强制 在150滴血的情况下 反而TTK变得超级超级短之类的 但不确定 但是我个人是比较看好这个改动 因为我个人其实更偏好TTK长一些的游戏 对那这样讲 为什么会玩COD就好像有点奇怪 对不对 不过就是我个人是比较偏好TTK长一些 因为在平衡好的情况下 TTK长一些就像我刚刚讲的skill gap 就是技术分区会越来越大 就是你可以表现的空间会比较多 当然是在一定值之内 对 那你当下可以做的事情判断 或是回击的动作也会更多 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偏好这一点的 但是这个就真的是要看他最后枪支如何去做平衡 毕竟我们不知道今年的制作组 会怎么样去做武器的调整 那从开发者的面向来看的话 150滴血应该是让整体的武器技能平衡 会有比较多一点的余韵 因为如果大家都塞在100滴血 这个极短TTK里面的话 其实每一把枪用起来的感觉 其实会还蛮接近的 除非他特别要做出一些规格外 像现在的KV狗伞之类的 那些东西就是稍微扯的有点远 反正150滴血我个人是还蛮看好这个改动 那希望制作组在这方面 可以把握接下来的武器平衡跟系统上面一些调整 让这个150滴血真的有发挥出 他所谓150滴血的意义跟存在的价值 而不是说单纯的提高血量 然后我们武器伤害也提升 然后我们再搞一些一堆破坏平衡的东西 就有搞的跟玩Hardcore没有什么两样 那这150滴血存在的意义就不是很大 OK那这两件事情差不多就是这两天传出来 MW3一些我认为非常非常重要 对多人可能会有根本上面影响的一些东西 那最后呢还有一点点时间 所以我们再来谈谈有关于我们的MW3揭入活动 那相信大家应该也都知道 MW3揭入活动马上就要开始 那以台湾时间来说呢 会是8月18的凌晨一点半 所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凌晨一点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这张图 就是方方放出来的 有关于我们接入活动会拿到哪些东西 大家可以看到有这个 Supprance Layer的这个 载具造型 然后Gas Canister的这个 调试然后接级跳 接级跳集 然后文章 然后影片背景 然后还有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MW3C 对就是我们的季初有提到 季中会登场的MW3C 是要透过游玩这一个reveal event 就是揭入活动来获得 对那这边就是大家给大家看一下 那揭入活动开始的时候呢 小夜我这边会同志部直播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观众的话呢 也可以那天就是提早先睡饱 或者是直接熬夜都可以 那到时候这个揭入活动 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预告 或者是有什么样更新的MW3C的内容 我们就到时候再见 好啦那么这一次的影片 差不多就先到这边 那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呢 也别忘了订阅按赞 并点点小铃铛 这样子才不会错过未来更多 有关MW3C的更新影片 那么我是小夜 I will see you guys On the other side Bye Bye by bwd6